好非得早餐 我是谭亚龙 来今天星期二的时间 民国112年2023年6月20 那今天6月20很重要 那除了七点钟的时段呢 是我们的医疗养生保健 我们都摆在这个时段上面 但是要提醒因为明天是夏至 我很在乎这种的季节变化 我只能提醒 就是说非得早餐呢 就是提醒你 你要随时要知道是四种气 你把四种气呢 都维持很好 都掌握得很好 你的生活大概就不出问题 一个就是天气 一个是空气 一个是景气 一个是节气 那明天呢 明天呢 明天是夏至 夏至就是一年呢 日头最长 那黑夜最短的一天 过了夏至之后呢 那就开始算是过暑假了 不过慢慢的呢 就是呢 太阳呢 就开始从北回归线离开 就要离开 慢慢要离开北半球了 好 那虽然是剩下时节 好好把握 第二个呢 就是明天是夏至 但后天后天是端午节 今年的夏至跟端午节呢 就非常的靠近 热上加热 所以呢 在今天过后呢 你就开始呢 准备进入到端午节的假期 好 所以呢 也跟大家讲 端午节的假期的时候啦 吃喝玩啦 那都是呢 照夏天的生活准备 好 今天礼拜二的时间 潘怀宗的时间 长时间呢 请老朋友 潘怀宗 潘怀宗是有心目中的神 YYDS 你知道YYDS吗 真不知道 你不晓得吗 因为大陆 不能说大陆 就年轻人用语里面来讲 他们常常用缩写 YYDS呢 就就是永远的神 那拼音的话就是YYDS 永远的神 YYDS 好 所以潘怀宗呢 就是我的YYDS 好 那长时间呢 请怀宗呢 为大家呢 提供的医学新知 当然最重要是找怀宗呢 每个月呢 能够来陪我聊天 同学员 大家呢 有所收获 来 今天呢 怀宗带来的医学新知 这可能又跟很多人有关了 安眠药 对 每次讲到安眠药 我想大家这个耳朵都会竖起来 原因是因为 现在目前服用安眠药的人 安眠药的人蛮多的 比如说以我现在手上看到 2021年健保署公布的数据 那么他就说呢 看到这 因为我们全民健保 所以健保署 他就会看到 有用安眠药的人有多少 441万 2300万有441万 那如果你再扣除掉小孩子的话 对啊 那不得了 那不得了 是啊 你的脑袋很清楚 就是你马上就知道小孩子扣掉 所以你看2021年健保署的官方资料讲 在健保资料库上面有441万人使用安眠药 相当每五人就有1人 如果扣掉小朋友搞不好 每三人就有1人或每四人就有1人 那所以怎么会呢 就是怎么会这么多人 这个这个是官方资料 然后呢 然后呢 他说呢 按照这个用量 总用量 大概是10亿颗 那他说一颗药就算0.2公分 0.2公分很小 他说把它算一算 相当于4,170座的101大楼 所以确实这个用量是蛮大的 那当然就说 细节是还没有去看 我们只看到健保署公布的这个官方资料 那另外就是像2019年国民健康署 国民健康署也有调查 他就问呢 成年人有失眠症状的人有多少 就说你有没有失眠的症状啊 结果回答有的有23.5% 那这样就合理 对不对 这样你就刚刚讲的400多万就合理 差不多 所以就说你健康署 健康署跟健保署的答案差不多 但是他们两个的数据不一样 因为健康署是从电话调查 然后这个健保署是用健保资料库 两个不一样 但是显然数据是差不多的 然后呢 另外他们还问到就是说 国民健康署还问到就是说 如果持续三个月以上就是火力 就是持续都是这样的 那这种就叫慢性失眠 大概有高达6.7% 这是蛮多的 6.7%很高 尤其你刚刚说你扣掉年轻人 对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失眠的人 当然我本能上我认为 失眠的人大概就是 可能有愁烦啊 很多啦 有不开心啊 理由很多啦 换句话说呢 大概除了身体的病痛啊 或者一些心音性的因素之外 可能不管你原来情绪如何 当你有失眠症状之后 大概心情各般都都不会好 当然 所以就不快乐 他后头可能还有很多原因 所以我们常讲说 失眠的原因很多 我们也不敢在这边讲 因为你也讲不完整 这还是留给这个我们的身心科医师 他们去说明 你有失眠症状吗 没有 你有吃安眠药吗 没有 对啊 我从来没有吃过 是啊 但是我们要体谅别人嘛 对啊 好 那结果呢 他说呢 慢性失眠三个月以上的 大概有6.7% 然后呢 其中 高达八成 是中年人 也就是45岁到65岁之间的人 所以其实是就是你刚 对啊 就是你刚刚讲 那也是我啦 那我就跟你讲说 就是你刚刚讲的年轻人 是不会有这个问题扣掉的话 所以其实大部分都是中年人 而且女性多于男性 女性还比男性多 所以因此呢 由于这几个数据显现出来 也就是说 当你提到一个新闻 因为我们现在是报国际新闻嘛 那如果你要听这个新闻 只要讲到安眠药 大家就会比较关注 所以为什么我就选了这一则 新闻来跟大家讲 不过今天这则新闻是好新闻 是好的结果 好的结果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听 就是因为是好的结果 那由于是安眠药的用量这么大 然后需要使用安眠药的人 又那么多 那又很多的研究 也就是说这大概近十年来 很多的研究就说呢 这个安眠药好像跟失智症 有关联性 我所谓的关联性不是有因果性 只是说有一些相关性 所以一直有这个报道 所以这几年一直有出来 所以很多民众就在担心说 那我使用这个安眠药 会不会跟失智症有关系 那这个我今天也要把它说明一下 那他所谓的相关性是说呢 比如说我举最近的几则研究 以前的我就不讲了 这十几年就很多了 我举最近的一次就是2023年 这够近了 就今年嘛 那么2023年的加州大学有一个旧金山分校 这个非常有名的医学员 那么他有一个学系叫心理学跟行为科学 其实这就是专门研究失眠行为的 有一位叫冷教授 很冷的那个冷教授呢 发表在阿兹海默镇期刊的论文 他就显示 经过他的研究 3000多人的研究 发现就是说 使用安眠药 而且特别是长期使用 也就是像那种慢性失眠 他一直在用的人 那么跟老人失智症风险的增加 是有关联性 有关联性 但没有说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并不确定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 2023年的冷月教授的研究之外 我查了国内的 2020年也算蛮近的了 是由阳明大学跟台湾大学合作 发表的一个研究结果 在神经治疗学期刊 那当时因为阳明教大 可能还没有升格 就变成 就是还没有合并成阳明教大了 所以那个时候还叫阳明大学了 就阳明大学跟台湾大学 合作的一个研究 发现就是说 使用特殊几类的安眠药 比如说像本二蛋类的 跟所谓的Zdrug Zdrug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英文开头都是Z开头的 那这一类的药物呢 吃久了以后呢 也跟失智症有关联 有关联 所以因此我要强调 是什么 所谓的有关联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大家会很紧张 有关联 这可能会导致失智症 就是这个 这个没有 还是会帮助失智症 好 你讲的这个 就是我现在要讲的 就是有关联 只是他看到一个现象 就说 这一群人 他一直使用安眠药的人 结果他最后产生老人失智症的 确实也比较多 这就要有关联 但是你要解释说 是因为吃这个药而造成这个 他现在还不敢这样讲 所以因为有些人在讲什么呢 我告诉你几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是说 有些人说 因为老人失智症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他就会产生失眠的症状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 其实就已经走在老人失智症的这条路上 只是那时候 你还没有被诊断出老人失智症 你根本不知道 对 失智症很漫长 你讲的对 你很棒 每次跟你讲话就很舒服 就在这里 那所以 因此那个时候 他已经有失眠的症状 所以他是因为 有老人失智症的前期的失眠症状 所以他一直使用安眠药 而最后演变成老人失智症 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以因此也有人提出说 这群人之所以会失眠的原因 是因为他其实 就已经是老人失智症前期 所以那因为前期 他可能就使用安眠药 所以最后导致这个 所以你不能说 是失智症 不是是安眠药导致的失智症 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解释 那这样的解释 科学家也认为说 这个有这个可能性 也很合理 但是你这个也只是一个可能性 你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就是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呢 现在目前对于这个因果关系 我们还不是很确定 但是相关性相关性已经出现 就是说你若长期一直使用这个安眠药 最后会导致失智症 这个是确定的 就是就是会增加了 不是一定导致就是会增加了 但是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你去找的原因说 哦原来你就是老人失智症的出击 那这时候你要赶快对老人失智症要去处理 对不对 那你若找背后的原因 他可能是忧郁症 那你也可能要对忧郁症处理 也就是说我们强调的一件事情是说 显然看起来 长期依赖安眠药后续当然会有一些情形发生 那但是呢 你不要一直去依赖他 你应该去找医生 让医生来解决看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把那个原因找出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目前来讲就是说呢 因为这十几年来 那么这个安眠药跟失智症的关联性啊 一直都被报道 但是呢没有因果关系 我再次强调 不是说这个安眠药造成是不是这样子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叫造成民众就觉得说 对对对 我知道这个没有因果关系 他们也同意科学家讲没有因为 可是吃起来就有点毛毛的 你了解意思没有 所以他这个问题就不断被提出来 不断被提出来 所以现在目前很多的这个科学家 也在想办法帮忙这个事情说 你虽然看到相关性 但你不要担心 如果是在医生的指示下 你是绝对可以吃的 所以我今天第一件事情要讲的就是说呢 虽然说安眠药目前有很多 这十几年有很多是相关性 但是我第一件事要告诉大家说 要听医生的话 你不要自己在那边紧张 所以你听医生的话叫做不拒吃 不拒吃就是医生开给你 你不要不要吃到时候 就跟医生吵架这个不好 所以不拒吃 不停吃不能随便停药 不停吃不自行购买不滥用 所以就四步政策 对安眠药的这个 我们的原则就是听医生的话 记得要听医生的话 不拒吃不停吃 不自行购买不滥用 好 那这个前提讲完了 我今天就要跟向荣讲说 那我今天带来什么国际新闻呢 这国际就太有趣了 我看到我就选他了 为什么 有一个最新一代的安眠药 就是最新类型的安眠药 台湾是去年才核准的 2022年才核准 达胃免定 对你这么厉害 达胃免定 竟然竟然有可能预防失智症 所以你真的是匪夷所思 就是说原来有一个人 就是原来有一个人是 比如说唐笑容 我们怀疑他可能是 跟这一起的爆炸案有关 假设随便乱讲 就后来发现不是 因为唐笑容 其实是阻止爆炸案发生的 关键人物 没错 那结果 那这就是不得了了 从一个嫌疑的情况 马上翻身变成 这个正面形象 所以为什么我挑了 这篇文章的原因 就是说 其实大家要想想看 是说 这个安眠药 竟然最新一代类型的 安眠药 竟然可以预防失智症 但这个预防失智症 这个我还打了个问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研究 只有三十几个人 所以后续还需要 再大规模的做研究 不过现在看起来 他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我们来讲 就是要一血千尺 就是说呢 对于安眠药来讲 可以一血千尺 也就是说 可能我认为是不同类型的 安眠药 不同的结果 好 这个新闻的重要性 不在于洗白 或者是频繁安眠药 而是阿兹海默症 作为失智症的最主要的类型 因为失智的原因很多 有的是外伤 有的可能是缺血 厉害 等等 或者是脑溢血 也可能都有可能 甚至于有一些的 这个就是 其他的身体的病症 缺乏营养也有 他都有可能导致一些失智的反应 轻重不等 但是阿兹海默症 是最主要的类型 对 那阿兹海默症的成因 大家都还在研究 所有的这些 大型的这些的药厂 也都知道 谁能够研发出 阿兹海默症的药物 那个商业市场 那非常惊人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长寿 所以现在失智症的比 尤其阿兹海默症的用药 它是需求非常大的 可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成功的 就是我坦白讲 阿兹海默症 失智症这件事情 到现在为止 没有药物 医生会开药给你 他有药了 但是就是效果没那么好 医生会开药给给你 开快医薪 开开什么 但是我告诉你 就是他在你作为 不管是病人本身 或者作为一个照顾者 你不会感觉到这些药物 对于你照顾的人 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不要说修修复了 连维持的效果 可能都很有限 因此如果真的有一种 哪怕它是安眠药 如果他真的对阿兹海默症 是有些效果的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他的重点不在于 就是说 就安眠药如何 或者阿兹海默症 到现在为止没有药 前两年我们才刚提过 就是说国际大药厂 原来研发了很久的 两颗的药物 到现在为止都放弃了 所以好 那接下去 有了他最近去年有核准一个 有空我再讲 但是到底会有多大的效果 才是重点 最后我提醒 就是阿兹海默症的 失智症的病程非常非常长 等到你感觉到自己 或者是家人 有失智症反应的时候 大概都已经持续了非常久 所以你其实不管是你的 你是因为海马回的微缩 或者是大脑的微缩 或者是脑脑积水 或者什么原因 Anyway 等到你出现某些状况 你可以察觉 或者家人可以察觉的时候 多半都已经到了很明显 同时都已经到了中后期 好 所以药物能够发挥的效果 很有限 就是因为察觉不容易 察觉到的时候 多半已经潜伏 非常非常久了 那该怎么办 来进网告 回头做继续跟拍摄中聊 好 非得网网非得早餐 我是谭尿龙 来今天星期二的时间 医学新制的单元 长时间的为大家提供 医学新知的 是我心目中永远的神YYDS的潘怀中 感谢我真的 我真的不是 我讲了 我真的很感谢你 因为香隆不仅是在这个学识上 在这个口才上 这个都非常让我佩服之外 做人也让我非常佩服 这一点我要 再多讲一点 再多讲一点 我只能讲到那么多 好了好了 那潘怀中呢 今天带来的这个主题呢 新一代的安眠药 叫做达胃棉定 因为他已经是可以用的药了 他已经核准了 他其实在美国很早就核准了 如果没有记错是2014年就核准了 那这个达胃棉定 现在被认为 就是他有可能 有对预防阿兹海默症 可能有效果 波浪强的这是一个问号 因为阿兹海默症的 不要说治疗预防 他在目前的医学的临床研究上面 都还是很缓慢的 然后很困难的 所以类似这种的消息 偶尔会冒冒出的 但是我们关注 先不要认为他一定如何 好 但是刚刚讲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我没有看到相关的数字 我不晓得就是失眠 跟阿兹海默症之间的关联度 理论上面来讲 这应该 这又不难理解 这就像我们在看 在看新冠肺炎的超额死亡一样 虽然我们不知道 这个人到底什么什么死的 可是当你发现 去年超额死亡比例 超额死亡两万人 你大概合理的怀疑 这跟疫情是有关的 就除了在死在医院里面的人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死亡 是因为新冠死亡的 因为超额死亡多了这么多 同样就是说 失眠跟阿兹海默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如果从失眠者的调查里面 有失眠人跟没有失眠的人的 他们的阿兹海默症的比例去推估 应该也不难推啊 你讲得真好 我讲你其实可以去当个科学家 我本来就可以 就你刚刚讲的 就说你没去读台大医科 真的是国家的 我就是被埋没 国家的损失 对啊 对我讲这样子 这样子你听我讲 就说呢 他现在目前呢 我们在大家都知道 良好的睡眠 是我们脑袋清除毒素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对 因为我们的脑脊髓液 在睡眠的过程中间 他会缓慢的进入 缓慢的流出 会把很多的脏东西带出来 所以这个目前都已经确定了 所以因此一个不良好的睡眠 会使得在脑袋的这些毒素跟垃圾 累积越来越多 那由于阿兹海默症 确实目前知道 是两个毒性蛋白在做睡 一个毒性蛋白叫做Beta amyloid 就Beta淀粉斑的蛋白 这个你应该知道 另外一个是淘蛋白 那这两个毒性蛋白质 都会在脑袋沉积纠结 然后造成他的神经细胞死亡 那如果说今天你有良好的睡眠 你可以让脑脊髓液进去 把它弄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 他累积的速度不会这么快 所以因此 阿兹海默症初期 假设有Beta amyloid 跟这个淘蛋白累积的时候 如果你再加上失眠的话 那就会怎么样 恶性循环 也就是说呢 你垃圾毒性越来越多 可是你清除的能力又越来越少 所以就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这样你理解吧 所以因此 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呢 那就谢谢香荣 我觉得你还蛮厉害的诱导我 又讲出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说也有人在解释说 你今天假设是阿兹海默症初期 你本身就会有失眠的问题 那这时候你用了安眠药以后呢 你至少还得60分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不用你根本睡不着 那你还得60分的话 就表示说还至少还能够清除一些垃圾出去 所以最后你说到底是安眠药帮了你的忙呢 还是安眠要害了你的 这个东西就很难讲 说不定安眠要帮了忙了 对不对 因为你良好的睡眠 就可以清除这些垃圾 所以因此呢 这一次的研究是这样做的 就是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寺的华盛顿大学 这很有名 在圣路易寺的密苏里 的一个Washington University 跟那个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的那个 那个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 但这个学校更好 这学校更好 那么他的神经学科的一个教授 专门做神经学 这本来失智症就是神经内科的课 神经内科的贝特曼教授 他发表在神经病学的年间 这是一个官方期刊 就是他们社团举办的一个官方期刊 然后他发表这篇论文 他是这样做的 他就找了30 我看有30几个人 然后呢38个人 他找了38个人 然后呢就住进了这个华盛顿大学 不能出去了就住进来了 找了这38个人 然后呢 他在晚上八点的时候呢 那他就开始抽这个 从这个脊椎啊 抽这个脑脊髓液 当然这个动作是 是蛮侵入性的啦 但是他是留了一根管子在里面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他之后他会每两小时都拿一次脑脊髓液 然后呢 他是每一次拿呢 拿6毫升 就他有留一个管子在脊椎那个地方 然后就抽那个抽那个龙骨水了 龙骨水啦 台湾人讲的就是脑脊髓液 从八点钟开始 每两小时抽 然后呢 9点钟呢 让他吃这颗安眠药 叫做达胃免定 就9点钟吃 吃完之后大概过一阵子 他就睡着了 那睡着之后呢 他会持续抽 就两天之内他都会持续抽 一直抽一直抽 可是到了隔天的9点 他还会再吃一颗达胃免定 也就是说他每个晚上的9点都会吃一颗 但是他抽这个 抽这个脑脊髓液液呢 是从第一颗吃之前的一个小时就开始抽了 然后一直抽到第二颗吃完的8个小时 所以总共抽了大概有一天半的时间 那但是你进入华盛顿大学 要住两天 住两天 然后呢 他现在分成三组 就是38个人分成三组 第一组是13个人 安慰剂 也就是说我给你这颗药 没有用处了 淀粉啊 然后呢 另外13个人呢 是达胃免定10毫克 因为现在目前FDA核准的台湾核准的 是20毫克以下 所以有10毫克有20毫克的 所以20毫克是低剂量 然后10毫克是低剂量 20毫克是高剂量 所以呢 13个人是安慰剂 13个人是达胃免定的10毫克 12个人是20毫克 这三组 然后就抽他的浓骨水 然后测什么你知道吗 测在脑脊髓液里面的 β淀粉蛋白 这个毒性蛋白的浓度 还有就是淘蛋白的浓度 这样了解了吧 那这两个就是指标嘛 因为这两个如果说是毒性蛋白质越多的话 你就表示你阿滋海默症正在进行当中 而且事实上如果你越多的话 对病情是会越严重 对这个神经细胞的死伤会更严重 所以他现在就利用这个所谓的β淀粉蛋白 在脑脊髓液中β淀粉蛋白的浓度 跟淘蛋白的浓度来当做他的指标 然后来看 然后跟安慰组来比较 结果他发现了这个很惊讶的有发现 就是说他说高剂量这一组 就吃20毫克这一组 他的这个β淀粉蛋白浓度会下降 会下降大概20% 然后淘蛋白的浓度也会下降 下降15% 他说那这个不得了 他说他才吃两颗 他说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每天都能少这么一点点的话 那影响就很大 那影响很大 一天一两天就少个20% 一两天就少个20% 那少很多 那吃个一两个礼拜之后就没有了 不是 那所以他就说 哇塞 那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 蛮蛮有这个震撼性的 所以因此他就说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要跟睡眠之间的关系就有趣了 就是说当然他现在还要去研究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是这个安眠药本身 嗯 他的作用基转 因为待会你可以问我安眠药的作用基转 因为我们现在有七大类的安眠药 他的作用基转都不一样 没错 好那是这一类特别会造成他的降低呢 还是良好的睡眠 没错 会让他降低 嗯 那当然就说我们也不清楚 以前当然就说现在目前我是看到这最新类型的安眠药 就是食欲素抑制剂 这个这个达胃棉定的作用基转是食欲素抑制剂 嗯 造成你的睡眠 那以前不是 以前不是从这个基转来的 以前是可能作用在所谓的这个 呃抑制性的氨基酸就是伽玛氨基洛酸这个接受体来的 嗯 所以两个不太一样 所以因此呢到底后续到底要怎么做 我觉得蛮有趣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这位教授啊 就是贝克曼教授呢 他特别提到他说 因为他现在只有做这个健康的人 因为他说这个是一般的没有看到有任何失智症症状 而且觉得他很健康的人 他里面就有一些beta淀粉蛋白 本来就存在有一些只是浓度不高 他还会下降 对不对 他说如果我去找这种呃七十岁的 就是已经有发现他可能有 淀粉斑块的纠结的这种人 那这种就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嗯 然后另外呢让他用久一点 因为他可能有这种人 他可能就有失眠的现象了嘛 那这时候呢 这个是爱眠药就给他用这一个类型的 嗯 然后给他就像你讲的 吃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或三个月 在观察他这些beta淀粉蛋白 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 另外在观察他的认知情况 哎他说那再这样这个实验就很有趣了 嗯 就就对于谁的意思就是说 他现在要对于易感人群 嗯 嗯 来做而且他希望能够做长一点 嗯 所以他这一次的这个实验简单讲是一个健康人群 小规模 有没有发现 健康人群小规模 这种是叫第一期临床 叫一期临床就是健康人群小规模 那他现在打算用呢就是易感人群或甚至是 当然了他可能认知情况下还好 但是他已经经过一些仪器诊断 他确实已经有电粉板块的累积 这也可以算是他已经得到这个病了 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走了 所以就变成是有病的人大规模长期 嗯 他可能要做这样的实验 嗯 所以因此他就说呢 他虽然看到这样惊人的发现 但是呢 他不敢讲说 在后续的这个所谓的易感人群 或者是说呃长时间的 他这个是不是效果能够维持 嗯 然后呢 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临床效果 所以的临床效果是说 真的可以在阿兹海默症评分上面得到分数 嗯 因为你你在评估他的质量 他有个评分表嘛 那你那个评分表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分数 得到分数就是临床效益 没错 但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贝塔电粉蛋白跟淘蛋白 他只是什么 啊 间接指标 嗯 也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毒性蛋白质会造成他影响 你看到这个毒 可是你没有看到临床效益 嗯 那现在FDA就是以美国的呃 药物食品检验局有规定就说呢 通常他们是希望看到临床效益 当然 他们才愿意批 嗯 但是呢 目前也有开始变化 就是说呢 FDA认为如果对于一些疾病没有办法治疗 可不可以给一个间接指标 这个也有在讨论 嗯 所以我就回答你刚刚说 去年他们核准的一个药呢 其实他们就是比较着眼点在间接指标 OK 对 好 刚提到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安眠药的使用者很多 对 表示大家 有大量人都有失眠的问题 对 失眠多多少少他会有一些的情绪跟生理反应 对 所以当一个人在长期的慢性失眠状态的时候 那人一定都不对劲的 对 你的身体啊 情绪啊 这都会或者说这个心情啊 大概一定一定都受影响认知能力 好 那因此他到底跟失智是什么关系好这需要更多的研究 他是他可能是失智症状的一种对 但是是不是必然也也未必好有有些并不是我也听过一些的一些的就说失智的照顾者说呢 家人的反而变得更适岁 也也会 我不敢说 但不管怎么说 当这么多的这种的安眠药的使用类型 有有的被认为就是说他可能跟失智症有关 但这也是个问号 因为他到底是失眠睡眠品质问题 还是这个药导致的 那不知道 但是现在的这种的这种的安眠药呢 刚刚审批的 就是说呢 新一代的安眠药呢 叫做呢 达胃棉定 现在被怀疑说 他可能对于呢 缓和或者改善失智症会有帮助 那又是另外一个逻辑 对 好吧 那因此呢 你要先弄清楚 不过来我先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我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听众的立场 听众听到了之后 当然会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呢 如果我有失智症 有阿兹海默症 我可不可以买来吃 或者请医生开 那进广告回头聊 好 非得早餐 我是丹江龙 今天星期二的时间 医学新知的但愿 长时间为非得早餐的听众们服务 那也让我在旁边呢 可以跟着一起学习成长的 是我的老朋友 我的YYDS 好 那潘怀宗 好 那怀宗今天带来的医学新知呢 是新一代的安眠药呢 叫达卫棉定 他被认为 怀疑 他有可能呢 对于改善呢 失智症 或者预防 阿兹海默症 会有帮助 当然我要强调 就后面是个问号 因为研究的被子还不够大 对 好 那因此我们只是说 初步来讲 觉得他跟其他的安眠药的 药性反应 跟失智症 阿兹海默症之间关系 好像是不一样的 不太一样 好 当然他有不同的基转啦 不过呢 今天的 今天的医学新知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这个药物呢 是你可以买得到 可以开 开的 已经核准了 已经核准了 要医生开 要医生 患者说呢 医生是可以开得出来的 跟过去我们谈到的 某一些的 某一些医学新知里面 谈到的药物呢 台湾没有 或者是还不能开的 那那个呢 不一样 他不是实验用药 他是已经在线上 可以开的药 对 那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 因为失眠跟阿兹海默症之间呢 又有某种的关联性 所以很多的失眠的患者 或者阿兹海默症患者 那一举两得啊 他如果又能够 对我失眠有帮助 又能够预防阿兹海默症 那我就叫医生开 我可以这样做吗 不 现在这样子 我 你讲 谢谢你啊 你讲的一个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贝特曼教授 这个不是我讲的 贝特曼教授 他就讲 他说 因为这个药本身 已经上市了 而且被证明是安全的 对 所以假设说 有失眠的病人 在医生的评估下 他如果认为说 开出这个药 是合理的 那病人也 也也比较愿意接受 那你可以跟医生讨论 可以讨论 确实是可以这样做 因为 因为 因为有些人 他可能吃这个 他情绪上比较好 那如果医生也同意 所以我还是强调是 你还是要跟医生商量 你不要就是一副 好像说 你比人家厉害的样子 千万不要这样子 你就是 病人就是要谦虚 你跟医生讨论 你说 那如果说我吃安眠药 现在目前 安眠有这么多类型 对不对 那如果以我的病情 我能不能使用 这个类型的药 如果他说可以 那当然就没有问题 如果他说不行 你要听医生的话 你不能去吵架 这个都不好 对不对 但是当然就说 我们现在目前 这个安眠药 非常多的类型 目前我把它 处分成七个类型 待会我可以念给你听 那这七个类型 他都有优缺点 那每个病人 他的这个特殊情况 又不一样 所以我们其实 并没有一个药 是绝对的优势 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 因为我在学校教学生 的时候也讲这个话 他如果说 今天有一个绝对优势 那另外其他都 都不必出来了 他就是每个人 有每个人 不一定 这个情况不一样的情绪 所以呢 这个药要经过讨论 那但是确实有的时候 是这个药也可以用 那个药也可以用的 情况之下 如果你比较 如果你用这个药 比较觉得心情愉快的话 你可以跟医生请教 你可以跟他请教 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目前是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协调的 是可以协调的 大概是这样 好 但我们只是 确实确实有这个现象 就是说如果 因为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就想到会有这个现象 因为你比如说 第一类的这个 安眠药 虽然说大家知道 因果关系不存在 可是至少有一个相关性 可是那这个至少 没有相关性 而且还可以帮助逆转 如果两个药都可以用的时候 你会用哪一个药 对 那就一定会变成这个样 主要主要是因为现在我想 一方面可能我们也年纪也到了这时候 所以听到周围家人长辈 就是有失智症的好多 对于家人或者对照顾者来讲 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大家求助无门 因为你除了看着症状的恶化 偶尔检查 陪伴 担心有危险 因为失症患者的危险的是非常的不可测的 最重要是没有可靠的药物 没有药物让你觉得 今天我的家人吃完这个 他不像血压药 吃了之后你马上就会降下来 他也不像一些止痛药 吃了之后你就很快就知道 你某些疼痛感一定会降低 那失智症他就没有这种药 会让照顾者会让你感觉 这个人今天真的情况也好一点 没有那种东西 更不要说预防 所以当类似这种讯息出来的时候 他一定会引起 许多的失智症的照顾者 会觉得大汉之望于你一样的 就觉得我终于等到 或者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相信任何一种药物 特别是安全用药 会告诉你说 他对失智症搞不好有帮助 他一定会让很多人想要死 你不要因为 你没有失眠的问题 你就根本就不需要吃安眠药 所以这个是不通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理由先推翻 不可以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是已经有医生诊断 你是失眠 你必须使用安眠药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才有讨论的空间 那我刚刚也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那到底要用哪些药 那你要听医生的话 那你如果有疑问 你可以请教医生 你可以请教他 那你们两个协调以后 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答案 所以目前你 比如说我炼得很快的 七大类的安眠药 第一类就是传统的 本二淡瓶类的这个药物 那这个药物非常的多 你也听过 像炼多棉 优勒丁 安定文 勒瓶片 罗明 罗明勒 这些都是传统的 本二淡瓶类的 那第二类就是叫做 Z类的 Z drug 就是英文是Z开头的 那这个非常多的 像史蒂诺斯 这种非常有名的 然后移棉安入棉顺等等的 这个是第二大类这个 目前大家就是可能使用比较多的是第二类的 我问你喔 像我这种每天只喝茶跟咖啡 你看我每次这都是这都是咖啡 我每天要大量的喝啊 没茶 对可是我还是睡着老天眷顾你啊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每个人不一样啊 对 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要人比人啊 人比人没有意义啊 就是我去嫉妒你没有意思 我嫉妒你聪明 我记住你天才 我记住你能力抢命用 对你我就把我自己管好就好 对你你不记得我是对 因为我有另外一个情况就说 当我当我当我一天不喝咖啡的时候 头痛的要死啊 我不会啊 好 然后第二类是Z类 第三类是剧镇静效果的抗忧郁药 也有这类这类的药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奇怪我没忧郁怎么吃抗忧郁药 其实有些忧郁药对于安眠效果还不错 像可力安啊 德力能啊 美苏郁啊 乐活优啊 都是第四类是剧镇静效果的抗思觉失调药 哦哦失觉失调失觉失调症我们今天没空讲 就精神病啊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不好这样讲 对啊 失觉失调 那叫施乐康啊 另外像抗阻治安也会有镇静安眠的效果 有没有你会有没有觉得 当然当然 吃下去想睡觉 对 嗯 第六类就是退黑激素类的药物 要不就是本来就要让你睡觉 对要不就是退黑激素 要不就是退黑激素的类似的东西啊 他可以作用在这个接受体的啊 最后一个就是这一个 我们今天讲的 这是最新类型的 叫做食欲素受体结抗剂 嗯 那这个食欲素受体结抗剂是最新一类的类型 我刚一念就七类了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安眠药只有一类 总共有七类 这七类都能用 那这七类里面在美国有三个药 嗯 上市 OK 台湾只有一个药 上市 OK 所以是三个中内的其中一 我们说的医学 医学新知只是开启你对于对于医学健康养生保健的事业啊对 知道他由于尤其在某些的某些长年老病长年老药 大家觉得就是只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思考跟处理方式的时候 医学新知会启发你不同的思考 但第一个他不见得临床上面马上可以用 对 第二我要提醒你就是说 他即使就一个研究来讲 他往往也还没有到final的时候 对 他只在一个初阶 可是最少可以启发我们一些的思考 以及知道接下去对某些的病症啊等等 他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好那今天的今天的主题呢 新一代的安眠药呢 达味棉定 是不是可以预防阿兹海默症 我们看后续如果再有新的研究报告出来 再跟大家分享 好当然如果对你的这所遭遇到的失眠 或者是阿兹海默有帮助 那当然是最好 好那所有相关的这医学新知呢 我们很快的整理呢 在费地连破网费地早餐的网页上面 好或者呢你可以呢 上潘怀宗的你的粉粉丝页上面也会有吗 对不对 不是我就是把文章破上去 我现在都很乖就直接写好的文章 看好看的话呢 这样会更完整一点 好这个呢 方便你们要做比较详细的 来阅读 感谢礼拜日的时间到我们现场的攀怀中 好谢谢 来我们进广告新闻